為了達至2035年零費堆填的目標 位於石古州隔壁人工島的超級垃圾焚化爐IPART 1 預計在2025年頭日運作 建築預備組件由去年中開始由珠海預製工場運到人工島 到5月所有預備組件已全部運到 現在在人工島上工程仍然如火如荼 環保處助理處長雷學良就說 預計IPART 1建成後 每日可處理3000公噸都市固體廢物 縮減百分之九十多的廢物面積 而因為近年焚化爐技術的改善 雷學良就說 位於屯門的IPART 2的處理量 將會由原本預計的每日4000公噸 增加到6000公噸 目標我們在IPART 1和IPART 2 加上政府的減快回收 我們希望在兩個焚化爐 我們已經足夠做到2035零費堆填的目標 其餘焚化爐或者第三個焚化爐 我們是一個比較長遠的計劃 對香港 他又提到將會研究是否在IPART 2的工程合約中 加入適當的經濟誘因 去鼓勵成建商加快建築進度 目標是2030年代初落成 加上文 成功 右下文 成功 加上文 成功 許下文 成功